大家好 我是卡洛斯 我相信很多剛開始任教D&T的老師 或者任教STEM科目的老師都有一個疑問 就是剛裝修好工場裏面 有這麼多工具和機器 是否有一定的危險 我相信無論你是一個多有經驗的工科老師 你不多不少都曾經犯錯誤 所以身上一定有些傷痕 於是機器和工具就成為我們又愛又恨的東西 正常來說一間設備齊全的設計科技室 在我們的儲物室裏面是甚麼類型的工具都有 包括金工工具、木工工具、電工工具等等 講到工具就無論用到電的電動工具 或者一般用手操作的手工具 其實都有一定的危險性 但如果講到危險性 居家又何時沒有危險性呢 好像你在家裡都有很多有危險性的物品 例如電飯煲都會錄傷 所以水能在舟、熱能復舟 只要我們好好學好使用工具 其實危險性就會降低 所以今天就打算和大家認識一下 一般在我們工場常用的工具和它的使用方法 在我們讀書的時候分得很清楚 學木工的就是學木工 學金工就是學金工 而卡路斯因為是電工出身 所以基本上我中學時代 只是會用電工工具 但因為後來我的CG培訓 就是出來教D&T 就是Design Technology 所以我後來就要學補 木工工具和金工工具 而當時我們學習 工具的分類就一定是用木工、金工和電工去分類 但隨著時代變遷 大家都會知道 現在我們很多學校都沒有Design Technology 這科目 主要都是教Stamp科目的老師 如果還要限制工具 像以前我們分木工、金工、電工 有很多老師就無法掌握 而你現在看到我的工場的設定 都是和以前D&T不同 因為這裡比較企利的地方 我們稱為Stamp創客創作區 機器工具都比較少 而剛才你們看到的比較危險的工具 就會在另外的製作區那邊 先說創作區的工具 我們就會選擇一些危險性沒有那麼高 學生不需要老師 時時在旁邊supervise 都可以自主運用的工具 就放在這一邊 而很多老師都會把這些工具 放在一個常用的工具箱裡 讓學生自由地取用 這些工具並非很厲害的工具 例如剪刀、cutter等等 都是平時上課需要用的工具 但真正要做到雜作 當然拿著剪刀和剪刀不夠 所以我正正準備了一批新的工具 就準備把它做得好些 用同學可以隨意取用 現在我就和你介紹一下這批工具 剛才我們說到剪刀和cutter 似乎是很普通的工具 但是卡洛斯曾經去過一些小學 示範做膠片笛 小學老師千丁萬粒 不要讓小學生用 因為他們會戒傷手 當然要不戒傷手 當然要準備好一個安全尺 自然用cutter 都會變成非常安全 接下來就是兩把鉗 一把尖嘴鉗 一把大嘴鉗 當你手上有些很小顆的螺絲帽 你就自然要這樣夾著它才能扭到 至於最基本的驅動工具 Driving Tools 即是螺絲批 無論是十字或者一字批 都是非常之有用的 無二大部分的螺絲 無論在樂器上面 或者模型上面的螺絲 都是十字頭的 但是在接線的時候 有一些都會是一字頭的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有得有的螺絲批 粗的自然都不少了 無論是維修樂器 電腦 我們都很需要用到這些螺絲批 之後我就會想到 關於電子的工具 包括剪鉗和開線鉗 一般來說 剪鉗可以剪斷電線 亦都可以開線 但是衛生手來說 用開線鉗 開線就比較方便了 接著我會覺得 有一把鉤刀就更加好了 因為如果要在亞加利膠片上 切個直線的時候 我們未必一定要用激光切割機 有一把鉤刀配合安全尺 切割直線就非常方便 最後我都想加上兩樣工具 一個就是打孔機 就是專門為做這個膠片頂 去打孔用的 而另外一個切管器 我都會用來教學生 如何去切開一條PVC管 最後不少的就是量度工具 用光斜來量度 自然好用 但剛才也說過 如果有安全尺 盡量消安全尺 說到量度 我真的不想漏了一把卡尺 而且這些電子卡尺 又便宜又好用 量度也有準 或電腦附作繪圖的時候 真的可以幫到不少 不要留下最後一件 英文就叫做Treesers 中文叫做聶子 用來夾起一些很小的零件 無論是砌模型 或是工藝上都用得著 擺到整枱工具 我就希望把它分類一下 一些常用一些 和一些沒那麼常用的 最後經過整理之後 我發覺桌面現在這一堆 在Stand 貨堂上面 是較為常用的 但至於我要怎樣 將這些工具擺放好 讓學生更容易運用 我就要和學生商量一下 相信經過今天簡略的講解 大家都會知道 在現行的Stand 教育裡面 我們會容許學生常用到哪些工具 都是那句 水能在周、熱能覆周 就算是這些桌面上的工具 它都有一定的危險 所以老師一定要很認真地教導 學生在上課時 使用工具安全守則 至於卡律師會怎樣再整理好這些工具 讓學生更方便和安全地採用他們 那就要繼續留意我之後的影片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了 我是卡律師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